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的会员网 今天是2023年1月1号 首先祝各位会员朋友新年快乐 今天播出的是会员节目的第一集 展望一下2023年的发展趋势 今天有件事可能是让很多人都有些意外 就是一些地方的民众不顾警察的围堵和反对 聚集起来放烟花和放飞气球 这些动作实际上是违反当地的行政禁令的 我曾经表述过一个观点 那就是民众抗争的目的并不重要 是否有统一的组织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体制下 这种不服从行动的本身 我一会会分析一下从白纸革命到烟花革命 这可能是2023年的第一大趋势 那就是民间的反抗会更加的自发 更加的分散诉求更加的多样 这其实也暴露出中共的两大软肋 具体是什么 我们一会会详细的分析一下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2023年对中国经济的展望 习近平是想快速过风复工复产 从目前数据来看 全国几乎都已经阳了 有人说这波疫情里边有一些新的病毒 或者说中共放毒 其实从我的分析来看 如果习近平愿意逆转自己那些标志性的经济政策 就说明旧经济已经迫在眉睫 哪怕是打了自己的脸也顾不得 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放毒呢 之后我们想谈一下关于俄乌战争 12月31号的时候 河南许昌上千民众